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二章 他们的口是与你相近 心却与你远离 耶和华 你晓得我 看见我 查验我 像你是怎样的心 求你将他们拉出来 好像江崽的羊 叫他们等候杀戮的日子 这地悲哀 通国的青草枯干 要到几时呢 因旗上居民的恶行 牲畜和飞鸟都灭绝了 他们曾说 他看不见我们的结局 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 尚且绝泪 怎能与马赛跑呢 你在平安之地 虽然安稳 在约旦河边的丛林 要怎样行呢 因为连你弟兄和你父家 都用奸诈带你 他们也在你后边 大声喊叫 虽像你说好话 你也不要信他们 我离了我的殿雨 撇弃我的产业 将我心里所亲爱的 交在他仇敌的手中 我的产业 像我如林中的狮子 它发声攻击我 因此我恨恶它 我的产业 像我岂如斑点的智鸟呢 智鸟岂在它四围攻击它呢 你们要去聚集田野的百兽 带来吞吃吧 许多牧人毁坏我的葡萄园 践踏我的粪 使我美好的粪 变为荒凉的旷野 他们是地荒凉 地既荒凉 便向我悲哀 全地荒凉 因无人介意 灭命的都来到旷野中 一切静光的高处 耶和华的刀 从地这边直到地那边 进行杀灭 凡有血气的都不得平安 他们种的是麦子 收的是荆棘 牢牢苦苦 却毫无益主 因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必为自己的土产羞愧 耶和华如此说 一切恶灵 就是占据我 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 我要将它们拔出本地 又要将由大家 从它们中间拔出来 我拔出它们以后 我必转过来怜悯它们 把它们再带回来 各归本业 各归故土 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 指着我的名启示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启示 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 指着巴黎启示 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 他们若是不听 我必拔出那国 拔出而且毁灭 这是耶和华说的 我为你拔出一句话 我愿意拔出 我必定是不听 我愿意拔出 我必定是不听 我愿意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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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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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